反對秋毫選將 立即前面封關 徵用軍營 隔離檢疫 戴口罩不洗手 封點不封點 封關 一個人防疫就做足防疫的 那有什麼理由一個地區防疫是做足全部的呢 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如果我們不是前面封關的話 我們有機會變成大優勢 大優勢沒什麼人理的 現在一夜之間成了名 因為有一個超級傳播者 是令大優勢變成了一個疫區 如果政府會繼續封點不封關 我都問他能否保證到 每一天在來的大旅客是沒有一個超級傳播者 各位香港的朋友會過來銷個名 否則他拿到大陸的醫藥證明 要不就是進來是隔離14天 這就是一定要做的 大家看到的了 只是看隔離檢疫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地方都已經咬散飽 因為大家看到在火炭也好 政府就一塊一塊 左一塊又一塊 專欺窮人 拿了人家的公屋來做 所以區議員都被人拘捕被人打 因為他反對 政府沒有資訊 我們的說法很簡單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政府不費吹吹吹出來 因為第一 政府有一些閒置的地方 譬如訓練中心 度假營 大阪 第二 軍營就搞定了 因為這個軍營是有二十多年荒廢了很多 不用了 解放軍不用 到現在都不用才拿得的 用著就拿不拿得的 所以即時就會有足夠的隔離檢疫 就無需了 現在說不夠 大家知不知道有二千多個香港人 現在湖北 湖北是全世界最大的疫區 他們回不來 原因是林鄭就是 我們都不知道有沒有足夠的隔離檢疫的設施 那如果你這樣說的時候 為何就會每天開個孔 有幾百至一千的 你下來呢 我解釋不了 前面就開個孔 後面又有個孔 就是說不夠 我們講法就很簡單 就是馬上全面封關 精用軍營 這個隔離檢疫 兩面都封死的 是不是 那就行了 這個醫護可能被人抽號線上了 因為很多的建制派的議員 政黨都說要嚴肅跟進 這個醫護人員罷工是有為專業操守 不理病人的安危 不知道說到哪裡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醫護人員的罷工 我們今天可能變了刑罷了 是不是 可能變了大丘了 所以如果要醫護人員 被人抽號線上 大家衣心何忍呢 那希望大家會過來簽個名 就是反對抽號線上 撐醫護 我們亦都要求政府 我們立即全面封關的 這個很簡單 因為現在 每天還是有幾百至一千個 由大陸來的旅客 是不是 簽個孔的 是不是 你看看大丘市 看看其他城就知道了 一個的超級傳播者 就可以令到大丘市短了 那你想一下 那幾百個 每天都來的旅客 我怎麼知道誰 是會做了超級傳播者呢 是吧 你一定要封了它